Hello,大家好,我是奥特大卫 之前有几期节目关于房地产的视频 关注量都非常的高 很多人都关心在布里斯班昆士兰地区如何去选房 那投资的回报率是怎么样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就和大家介绍一个我和我的团队 共同开发的一个project 那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主题 房产投资计算器 那如果你和我一样都关注房地产投资 或者你是第一次在昆士兰或其他州买房 那么希望这个计算器可以帮助到您 如果你是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专业人士 那喜欢我们这个项目 也欢迎您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继续挖掘其中的商业价值 那首先如果你要买房 如果你买的是自住房 那么你自己的感受会比较重要 可是呢如果说到是投资房 我们应该用更理性的方法去看待 去研究 特别是通过数据来做出你自己的判断 那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两个点 一个是cashflow 也就是现金流 另外一个就是房产升值部分 也就是capital gain 其实我们也知道 其他的网站也会提供类似这样的计算器 但是我们的计算器呢会更加灵活 在从我刚才说的这两方面 cashflow和capital gain上面 能够更快地给出你一些数据 更好的让你做出决定 好言归正传 那现在你在屏幕上看到的地址 就是房产投资计算器 这个地址呢你可以在视频的描述区 或者是置顶留言当中找到 你可以通过电脑的网页 也或者是手机直接点进去就可以了 说明一下 那这个项目呢我们只花了非常少的时间 打造了一个proof of concept 一个圆形 那不构成对你的投资建议 那只是在你买房的时候 对于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参考 好那进入页面呢 你需要回答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通过你输入你房子的买入价格 你所在的州 以及你的投资的回报的租金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答案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网页版的计算器 如何操作 那么这个在你的地址栏 打上property.cyberlock.com.au 那cyberlock就是我公司的名字 好我们看到这个网页版的计算器 大概是这样的 好我们第一个值property.price 也就是你这个房屋的价格 可以是contract price 你的合同价 或者是你已经拥有房屋的价格 OK 我们输个69万 然后你房屋所在的地方 是在哪一个州 你现在看到只有两个州 但是我们正在制作其他的州 我们会持续增加对这个工具的支持 好我们选择昆士兰州 当你选择昆士兰州 你会发现你的upfront cost 就已经变化了 是因为我们给出了很多的默认值 那么我们之后还会再说 那你这个房屋买的是 投资房还是自住房 我们可以在这里选 好你的rent 这个投资房给你能带来多少的 房租的收入 比如说这个房子能给我带来 530块钱每周的房租 当你说完这个房租 你的yearly income就已经知道了 可以算出来了 那你的yearly cost也是可以算出来的 那之后我会告诉你为什么 那你的monthly payment也给出了 那是因为我们给出了很多的默认值 比如说你买的是house apartment 如果是apartment 你的body corporate就会有费用 所以你的yearly cost也会增加 从35万 3万5到了4万 这样 我们拿house都比 那如果你是foreign investment 你是外国投资 那么你的upfront cost也会增加很多 对于外国投资者会收另外的9%的stamp duty 好first home buyer 如果你是第一次买房 你就选择yes 如果也是自住房 然后政府会给出你1万块钱的allowance 津贴 在昆士兰地区是有1万块钱的津贴 那么当然你也没有租金的收入了 所以你的租金的income就变成了0 我们换回investment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在loan的部分 也就是贷款部分 我们给出的默认值是80% 那么需要贷款55万多 ok 当然你也想说我的不想要压力这么大 我改60%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当你在拖拽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些值都是在变化的 ok 所以我们这个反应还是非常的快 也就是所以我们这个工具还是非常灵活 我们变回80% 贷款55万 那利息呢3% 当然如果是自住房 可能你的利息会低一点 我们设为2.8好了 我们可以只还利息或者是本息年还 当然你也可以增加第二个loan 来一部分去fix 一部分是variable 你也可以一个设为interest only 一个设为本息年还 都是可以的 设置完这个贷款 我们就会知道你每个月需要给银行2268块钱 那么其中的利息部分大概是1200块钱 那得到这个大致的答案呢 是因为我们给出了非常多的默认参考值 那也是我认为的平均值 那么当然如果你想要有更精确的答案 你可以打开这个advanced这个页面 也根据你自己的房屋进行修正 好 在收advanced mode当中呢 你会看到更加详细的很多默认值的给出 那这些呢都是根据我身边朋友的经验 或者是专业人士给出的一些默认值 你的首付部分呢是包括了你的律师费1200块钱 这些值都是可以改的 比如说我律师比较牛逼 我给了1500块钱 你的inspection 你的房屋的检测费用 我们给800或者是其他的费用 那其他费用就包括了你的保险费啊 或者是你的你去看房产生的其他的费用 都可以写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随便举一个两毛块钱 好了 那这个stamp duty也就是你的税务的部分 由于你给出的情况 我们可以完全的确认你要给出的stamp duty 所以价值都在这了 好 在maintainance部分 你会看到我们不仅要交council rate 你的市政府的费用 你的property insurance 你的保险费 body corporate 物业费 repair 维修费 water 你的水费 land test nact test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你所以你可以自己在这改 pest control fire alarm 或者是其他费用 那这一部分呢是managing fee 也就是中介管理这个投资房的费用 我们可以把它设低一点 7% 好 这一部分呢就是first home allowance 就是对于第一次买房作为自住房的呢 政府会给1万块钱 那由于这里呢就是零了 没有任何的津贴 future assumption 这个就是未来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测 那么给出property的capital gain的增长 大概是5% 你的租金rental growth大概是3% 已经是非常保守的数据了 那selling cost 也就是你在卖房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费用 我们也会帮你算进去是3% future assumption 也就是对你的房屋的一个预期 那这些素质啊 就是你自己需要research的部分 自己需要研究的部分了 你可以通过澳洲最大的房地产网站 real estate domain的网站去获取 那我这里给出的值呢 只是在澳洲的平均值 那也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这带有不确定性 你可以通过给出一个最差的值 再给出一个最乐观的值 这样在报告里面就会给你自己啊 有这么一个期待 我们的投资回报率大概平均是多少 那我们也知道布里斯班最近房价涨得非常厉害 大概有每年30%的回报 那这不是一个常规的情况 所以这是我们的默认值啊 只给了非常保守的一个数字 这也是在历年 在covid来之前啊 我们这个布里斯班房市的一个增长 那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非常保守的值去进行计算 因为在做投资的时候啊 我们需要用最保守的价格去做一个预算 那么对于之后的回报呢 如果比这个值更好 那你不是赚了吗 对吗 所以我们需要用个最保守的值进行去一个计算 好 这样呢 你的所有的数字啊都已经被给出了 点击这个get report 去得到一个非常详尽的报告 OK 我们来到前面的部分 所有的数据部分 都是你刚刚给出的啊 你也可以点击打印 把它打印出来作为备份 OK 好 其中最主要的呢 就是这个cashflow analysis 好 我们来详细检查下这个cashflow的部分 那主要是这个maintenance 就是维护所产生的费用 以及loan 也就是贷款之间的数值 那如果你选的是p&i 也就是本息连环的话 那么你刚买的house啊 多半你的cashflow是会是负数 那也是说你每个月啊 需要从自己的钱包里去贴一部分钱 去维护这个房子 去偿还这个房子的本息 那如果你选的是io 也就是interest only 只还利息的话 那大部分情况啊 你的cashflow应该是正的啊 如果是付的 你就太糟糕了 那对于这套房子啊 你的每年啊 需要花费在这个房屋的身上 是34,000块钱 可是你的租金啊 只能给到你27,000块钱 这是因为啊你在做贷款的时候 你不仅要还本金 也要还到利息 所以呢 你每年啊 需要向这个房子啊 倒贴将近7,000块钱 好对了 那我们这个计算器啊 不考虑到您的税务的情况 比如说房屋的折旧啊 比如说你自己的个税的参考啊 那不在这个计算器考虑范围之内 我知道在做投资的时候 这一点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的计算器啊 考虑到简单性 simplify everything 所以我们把这一项给去掉了 那么我也希望有更专业的人士啊 可以帮助我们在做一些 呃税务方面的评估 加入到这个计算器里面 那么我觉得这个计算器啊 会变得更加powerful 更加有价值 Rental 你在你的租金部分可以拿到4%的回报 那除去了你的中介的管理费用啊 你拿到手的增长大概是3%不到 好在租金回报这一块 我们看这个租金啊 是按照这个平均的一个回报率给你算的 那不报复你的空房率 那实际上你填这个数值啊 最好是比你的合同出租的合同价要稍微低一点 这样会更加保守的一个数字 下面这部分就是你的Return of Interest 也就是你的回报部分 第一年由于有很多杂七杂八的费用 你是不划算的 大概负的6%到7%之间 那接下来呢 由于房屋的增长 你5年每年啊 平均可以有20%的增长 对于10年来说回报啊 每年啊有27%的回报 那你看这张图啊 也是非常明显的 可以看出你的loan是在下降 但是你的property value是在增加的 大家看这个我现在这个屏幕上这个数值啊 大概是27%的回报 这个数值呢 远远是高于股票牛市 或者是基金的一个回报率 因为你有了房贷啊 那房贷是80%加了5倍的杠杆呢 那对于我们这种中产阶级啊 我们有一份职业 那么投资房地产也许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被动收入的来源 那也仅供你参考 下面我来说一下这个计算器啊 我能想到的几个应用的背景啊 那首先如果你是第一次买房 那么你大致啊可以了解你需要支付哪些手笔的费用 那需要指出的是啊 这个表格给出的并不是所有的部分 那只是只会更多 不会更少 那如果你需要购买的是投资房啊 那这个工具啊可以帮助到你去预测一个你的现金流 那是正呢还是负 那你每个月啊需要贴多少钱在这个房子上 对你的生活啊会产生哪些影响 你也可以通过调整啊 这个loan的这个结构啊 比如说需不需要还本金啊 或者是不是要分成两个loan 或者是不是要fix一部分 那或者这一部分只付利息之类的 另外呢你的租金的回报 对投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那之后的租金啊能不能达到你的预期 这一点也很重要 所以你在估算租金的时候啊 还需要考虑到房屋的空置率啊 以及中介费啊等等 那另外呢这个工具啊 还可以帮助到您做一些横向的比较 那你是愿意投资一个house还是一个unit 他们的初始资金啊 还有回报率啊也都是不同的 或者你看中了两个区的两个不同的房子 那通过理性的数字的判断 来做出啊你自己的取舍 那这个报告啊你可以把它打印出来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subscribe 订阅的一个按钮啊 那如果你足够信任我们 我们可以根据您所提供的信息啊 看看有没有可以帮助您所做的一些服务 比如说你的loan是不是更健康 你的房产是不是更好 那您的资料也会被我们的系统啊所记录 我们会找一些更加专业的人士啊给您推荐 好了到了视频的最后一部分了 如果您也是房产人士啊也欢迎和我们合作 目前呢我们只做了昆士兰地区 还没有其他州的合作伙伴 如果想合作呢欢迎您跟我们联系 如果您就是房产公司啊也想拥有这样的一个计算器 我们会把这个计算器啊加上branding 一个品牌打造成一个功能更加强大的一个定制版 那也欢迎和我们联系 好了我是奥特大卫 一个软件设计师 那帮助您的企业啊去打造云端的数字化 期待您的留言和您的反馈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啊 拜拜